《基本法》第109條寫明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要保持 什麼叫國際金融中心 就是說金融就是資金融通 在國際層面的資金融通要在香港舉行 就是國際金融中心 如果我們是說國際的資金融通 我們是說哪些人的錢 當然一定是內地和外地之間的資金融通 現在擺明說香港做 內地的經濟發展模式 你可以形容它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外地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是資本主義 包括香港 這兩種發展模式其實有出入 有不同之處 私有產權 就是企業的任命高層的任命權 各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 九七後 中國內地與香港金融關係的前景展示 1996年、97年的時候 人民銀行的一個副行長叫陳月元 他做露營的時候 他也試圖去解釋基本法寫明一國兩制 裡面有兩個貨幣制度 有兩個金融制度 這兩個制度是相對獨立的 是互不從屬的 八個字很清楚地說給市場的人士聽 他們的信心就來了 你將條文寫清楚 以及大家去理解形勢是怎樣 將一些不明朗的因素掃空 這對市場發展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看回基本法 一國兩制 一個國家要有兩個金融制度 你會不會想像出 有些協同效應 有些互補的效應 我有兩樣東西任我使用 有些取長補短 內地如果是有投資者 想去外國去投資 經過香港 內地如果是有集資者 是想吸引外邊的錢 來香港 大家都很耳熟能詳 胡說通什麼通什麼通債券通 就是內地的集資者 走到香港集資 鄧小平說過 金融很重要 是現代經濟的核心 你金融搞不好 經濟搞不好 我們要看清楚 我們現在面對的形勢 以及我們的優勢在哪裏 就要專注地發展那方面的優勢 在國際上 沒有制作人 是真正的 出門的 他們也沒有 原來是分析 出門的 博 在國際上 還是 最重要的 冬場 冬場 都 為 無所謂 所以 是